李小璐在《欢乐之城》播出那天,画了一幅关于小璐的画,后来被网友晒拉出来,李小璐说这话的意义是纪念去年粉丝见面会一周年的礼物,画风虽然简单,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这幅画能表达出很深的含义, 这幅画告诉了我们他想要传达给别人的意思,爱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,越带一点小忧伤的小璐闭着眼睛,闭着眼睛的他不能辨别方向,所以他只能靠仅有的一根线来引导他前进,去那用爱心组成的大森林,这幅画画得挺好的,大家也能体会到这其中的含义,不少网友纷纷猜测,这也许是在看完老公出演的作品后的表白之作, 此前小璐的刘宿门,一直被外界热议,网友们更是疯狂的调侃的,而这幅画理解,成被错爱蒙了双眼,然后他被不离不弃的丈夫,牵出了迷茫,而那一大片心,正是贾乃亮对他不变的爱,之前看了过一条关于他的微博,那句话含义颇深,不看路人,不换爱人,始于初见,始于终老, 这点话虽然世界有粉丝会发出,但这样的口吻必然是小璐的圆话了,这也许就是他最想表达的东西,再也不看路人,那些只是生命中的过客,只是一个喷嚏而已,和相爱的人一起执子之手,于此心老才是最美的事,此前一度微米不振,得讲哪样? 在最近一段时间又开始活跃了,虽然没有提及家庭感情的事,但是看到他的这些表现,就知道他现在缓过来了,再度活跃也看得出,他的心情较之前也有了很大的改善,在刚刚过去的八一建军节时还发表了自己的感言将军人们致敬,之后又通向粉丝全向大家问好,大家早安,我去拍戏了,祝大家开心快乐,经历风波之后,终归平静, 相信贾乃亮夫妻一和和好如初,人非圣贤熟能无果,知错能改善莫大焉,种种迹象表面二人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,说起来当时事发后作为丈夫的贾乃亮并没有过多的言语。